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脑补君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有一只繁衍数万年 与世隔绝的古老部落 从祖先那里流传下来 很多关于人类起源 人类历史 包括对于未来的预言 被称为历史的记录者 他们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 记录了一个又一个的古老传说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 掩盖了无数解不开的谜团 他们避开了所有的磨练 却惨遭欧洲殖民者的洗劫 如今他们留下的九个预言中 已经实现了八个 最后一个竟然暗示着 人类文明即将毁灭 今天我们来聊聊 这背后的故事 在16世纪初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 欧洲殖民者就开始 陆续来到美洲 从北美洲到南美洲 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在那里建立村镇 种植庄稼开采矿石掠夺了很多资源 而在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之前 那里其实原本就一群居民在生活 殖民者们习惯把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原住居民 称为印第安人 这些印第安人世代生活在美洲大陆 他们大部分以打猎和种植农作物为生 一部分印第安人还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比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 南美洲的印加文明 在美洲印第安人的族群有很多 有各自的领地范围 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和平相处 极少发生冲突 而殖民者的到来却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使得印第安人不得不和他们共享这片土地 一开始他们还可以和睦相处 但是随着殖民者的不断涌入 他们对土地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日趋紧张 欧洲殖民者依靠先进的武器率先发起土地争夺战 印第安人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好放弃原有的土地 逃离家园 然而殖民者对土地的贪婪并没有得到满足 为了得到更多的土地 他们不断派出探险队 寻找适合自己的土地 然后雇佣军队赶走那里的居民 占领那里的土地 当后来探险队进入到其中一个村庄时 却察觉出了一股异样 村民们的穿着打扮和建筑风格 与其他地方的印第安人完全不同 语言也和其他族群完全不同 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全新的族群 经过接触了解得知 他们这个族群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没有文字 平时依靠打猎和种植农作物为生 族群的历史都是靠祖祖辈辈口头传下来的 那么这个族群是如何存在千年之久的呢 他们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呢 在探险队员的询问下 他们向探险队员展示了一块刻满符号的石头 这些符号奇形怪状 只有他们自己能看得懂 据他们介绍 石头上面的符号是他们祖先留下来的 记录着族群的历史 族人将它看作圣物 一直守护着这块石头 他们自称自己是被天神创造的 来自遥远的东方 后来因为躲避灾难来到这里 他们告诉队员在数百年后 世界会发生巨大的灾难 那时人类将全部灭绝 而他们则会得到天神的庇佑存活下来 这也就是他们族群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原因 听到这个消息队员们很震惊 于是有人就把他们说过的话 和那些石头上的符号偷偷记录下来 探险队员们短暂的停留几天就离开了 临走前 他们为这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取了一个名字 霍皮族 意思是和平的民族 霍皮族人说的是真的吗 他们真的可以预测数百年后发生的事情吗 多年以后 有人将那块石头上的符号翻译成现代文字公布于世 引起了轰动 霍皮族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符号的内容主要是人类的起源 霍皮族的历史和对未来的预言 而关于人类起源大概是这样描述的 世界原本是处于一种虚无的状态 就是一片混沌 没有时间的概念 没有生命 然后神创造了各种形态的物质 水 还有空气之类的 而天神创造人类时又将人类分为黑白红和黄四种颜色 并为这些人类分别赋予了不同的灵魂智慧和预言 这正好印证了当今世界上不同的人种和预言 而在天神临走的时候 他告诉人们说 我赐予你们一切但是你们必须都要尊敬我并且要和平相处 以上这就是霍皮族版本的人类起源 但巧合的是 似乎世界各地关于人类起源的说法都是说人类是被创造出来的 比如圣经里面说神是用自己的神力造人 中国神话里面有女娃造人 这个女娃造人用的是泥土 感觉世界各个地方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都是如此巧合 霍皮族认为目前人类已经经历了四次文明的交替 第一次文明是由天神创造出来的第一批人 但是后来这第一批人渐渐就忘记了神的教会 不再尊敬神 战争不断发生 于是神就向世界发动了毁灭性的天火 只有一部分善良道德非常高尚的人活了下来 这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聊过的梭多玛古城 而幸存下来的人类开始了第二次文明 这个时期的人类开始向四面八方去迅速繁衍 渐渐的人们的欲望开始膨胀 再次忘记了神的教会 最后被神冰冻而死 这个就是所谓的冰河记 而在天神惩罚下存活下来的人类继续繁衍发展 经过数千年再次创造了高度文明的社会 也就是第三次文明 他们的科技水平远远超过现在 结果又在自我膨胀中 被天神用大洪水无情的摧毁了 而这次的大洪水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世界各地神话记载的大洪水故事 大洪水之后仍然有幸存下来的少量的人 他们进入了第四次文明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文明 而霍皮族的历史到底有多久远 到现在这都是一个未解之谜 有考古学家曾用碳十四定年法测了一下 霍皮族的预言时 结果是超过五万年 大家都知道很多远古文明和原始部落 他们知道大洪水是一万多年前的事 就是说人类文明记载 极限就是一万多年前的事 但是再往前的远古文明记载就没有了 但是霍皮族直接就把史前的四次文明 都给整明白了 这足以说明霍皮族可能是 地球上历史最久的族群 可能有人会想 为什么他们历史悠久 却没有创造出辉煌的文明 他们的社会结构 仍是最简单的母系社会 也没有创造出文明呢 现在看来他们不创造文明或许是害怕天神的惩罚 这也是他们族群能一直存在的原因 然后霍皮族还说 我们目前这一批第四次文明的人类 与生俱来就有伟大的潜能 这种潜能会从我们的光与灵中释放出来 这句话脑部军一直没弄明白 感觉他不是在说肉体与灵魂 而是有点像在说维度提升 然后他们还说 我们这批人类会了解动物为什么会出现在地球上 后来琢磨了一下 感觉他们是想表达说 我们这批人将会真正了解人类起源的真相和宇宙诞生的真相 最后霍皮族人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关于后世的九大预言 第一个预言是说 在未来几年他们会遇到一群白皮肤的人 这群人会抢夺他们的土地 并且会用喷火的闪电消灭他们 这个情景让人联想到前面讲的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大陆 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抢夺土地 里面提到的喷火的闪电也许就是殖民者使用的火枪火炮之类的武器 第二个预言是说 将来在他们的土地上会出现一种巨大的轮子 轮子转动会发出很大的响声 说起轮子自然让人联想到车辆 16世纪欧洲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马车 马车上有两个巨大的车轮 走起路来咯咯吱吱的作响 根据霍皮族的人描述 这个巨大的轮子很可能就是 后来出现在美洲大陆的马车的车轮 第三个预言是说 将会出现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长脚的野牛 会出现在他们的领地上 而16世纪欧洲有一种特有的动物叫欧洲野牛 这种动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头上长有一对巨大锋利的脚 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后顺带着把他们也带了过来 霍皮族说的这种动物应该就是指欧洲野牛 第四个预言是说 未来的土地会出现一种像铁蛇的东西 纵横交错的贯穿 它们遍布在世界各地 这个描述很像19世纪出现的铁路 那个时候世界各地到处都在修建铁路 铁路有个高山跨过河流 穿过森林遍布了全世界 正像预言里的铁蛇 第五个预言是说 未来的世界会被一个巨大的蜘蛛网覆盖 人们都生活在这张蜘蛛网里面 霍皮族所说的蜘蛛网 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互联网 如今我们通过互联网 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进行交流 确实很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 第六个预言是说 在不久的将来 大地上会出现很多条石头做的河流 这些河流贯穿世界各地 这个描述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 高速公路和地交桥 然后第七个预言是说 大海会变成黑色 很多生物会死亡 这个就像我们近年来不断爆发的 海洋石油泄露世界 第八个预言是说 许多年轻人像他们一样会留起长头发 会真正的去体会智慧 这个很多人说也发生了 说当年的洗皮式运动就是 也有的人认为不是洗皮式 而是当今社会大家都出不了门 很多人不剪头发 然后开始去琢磨 人类是怎么回事 宇宙是怎么产生 以上八个预言 每条预言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世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这八条预言全部都实现了 现在还剩最后一条预言 也就是唯一没有被实现的预言 根据霍皮族的说法 最后一条预言如果实现 世界将面临灭顶之灾 预言力说有一天天空中会落下来一个巨大的球状物体 到那时我们这批人类会迎来终结 第五次文明会开启 根据最后一条预言有人推测 地球未来的某个时间会受到来自外太空陨石 或小行星的撞击 那时地球上的生物会被全部消灭 也有人提出来霍皮族说的那个球状物体 很可能是来自外太空的飞船 人类最终可能会被外星人杀死 根据霍皮族预言 每个文明到达了一定的高度就会被毁灭 似乎就像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一样 躲都躲不掉 不管是陨石撞击还是外星人入侵 对目前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无法躲避的灾难 值得注意的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光明会卡牌里有一张卡牌 也是在描述小行星撞击地球 至今还没有实现 所以你看为何会有这么多巧合 简直细思极恐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脑补君 我们下期再见